孕妇怀孕了以后 虽然孕妇都是比较年轻的孕妇 比如说20多岁30多岁 那么一般情况下 怀孕前是没有痔疮发生的 有的人他就即便很轻微 他也不会到医院去看 但是怀孕了以后 随着孕周的增加 那么下腔静脉的血流回流受阻 那么子宫增大压迫直肠 那么直肠下断 他的肛门附近的血液回流受影响 这个痔疮就会 以前有就会加重 如果以前没有 它也会发生 再加上孕妇一般都合并有便秘 情况比较多见 如果没有及时改善的话 就会更加重了痔疮的 这个疾病的严重性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孕妇 首先如果发现了痔疮 你大便的时候自己摸件了 那么到尽快的到医院外科去诊治 由医生来建议你 是外用药物呢 还是通过清洗局部 通过热水的作育清洗就能好呢 还是通过饮食的调整去改变 调整大便来改变 那如果这些日常的调整都改变不了的话 如果还是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些药物来治疗了 那么我们在一些孕妇治疗痔疮的药物里头呢 如果一些含有舍香的这个药物呢 我们孕妇是不能用的 因为舍香香料有的时候会引起早产 引起流产 那么所以说建议孕妇如果发现了痔疮 不要自行的到医院去买各种治疗痔疮的药物 那么到医院由专业的复产科医生 或者由专业的外科医生指导下去治疗痔疮 如果在这些药物都治疗不了 那么在怀孕期间 我们是不太建议孕妇做这个痔疮手术的 那么因为你在分娩的过程中 这个痔疮还会加重 所以说你做手术打麻药呀 手术的刺激也会对这个孕妇有影响 那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在分娩以后 在怀孕前尽量用药物控制 如果需要做手术 还是分娩以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再进行药物手术治疗